异学流变中的密钥谢天机 即朱熹为风水大师之由来 视频重点 1.汉语六译七分图之七分秘书 2.朱熹大风水师为南宋皇陵选择之三菱义状 欲经由李相树瞻四门 2.论语 数而偏 子曰 数而不作 信而好古 最异传自然也是数而不作 所以传古之学而李相树瞻四者 皆在其中 秦焚书坑如以利思想前置 一经因为普世之书如医药种树之书 有利于明生之未然及凶所以幸免 孔子玉传有说卦传 言卦德 卦相卦位 之说故两汉恢复经学 于欲经更重欲向大自然的体现 所以有负 灵 太 大传等十二消息卦代表十二月份 有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二世节气 核弹不明 虎死骄等七十二猴为六日七分图 以言卦气之传释 什么是六日七分呢 季 翼卦有六十四卦 扣除四季卦 正为雷春分 离为火 夏至 对为折 秋分 砍为水 冬至等四卦 剩余六十卦 每卦值六日七分 即六日加八十分之七日的时间数 六十卦六日 六十乘六日 等于 三百六十日 六十卦乘八十分之七 等于 四百二十分之八十 实际是 五十五日 三百六十日 加五十五日 等于 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 而完成 太阳历一年 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的 卦气值日的周期 因古之师者 一样要收 述修 以谋生计 故所学之密要处 如今日商业机密法 合理存在一样 欲经细时尚传言 聖人以此喜心 为心法 退偿于密 也不能公开 以律师们学问传授 而有更高等商业机密的优势 所以便有不得汉义争觉的 三国朝位的经学家 王碧扫相 不用异相解异经 而以老庄哲理说异经 便开启了异经之异理义的 研习法 大多数的一般人 一样不知汉义争秘诀 所以便推崇王碧的异理义 而有众口朔经 不知算不算鸡飞成是底 成为随常自北宋初期的异学主流 遂始已成了人文自由心证 非科学以事实为根据的学问 如哲学议题经常发生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相互矛盾 而又沦为隔靴搔痒的争辩 如医学大师杭心哉 遇学庙里要绝缘 成王碧扫相之遗风 指旧经传之原文 以己意为揣测 其不可通者 不善更辩俱斗 以易经文 断缘为挫检脱物 门户攻击之肉席 虽贤者亦惑不免 甚者与意气相争上 是同意为是非 于是便有 陈希仪三传异学秘术 于邵康杰 便有先天之学 和图 若书 天地定位挂 的传释 于是和图 若书术 配所谓先 后天 之挂图运用 便开启 宋艺岩艺术数字之术 的研习 而为 艺术揭秘千古之绝的主流 所以南宋朱熹 早期学艺移成疑的艺礼艺 也不得不因教学相掌 虽是其弟子 但朱熹称 此无牢有也 不当在地子列的大风水师 蔡元定的激励 宋史列传 鲁林寺的记载 便使朱熹不得不 对邵康杰之异学 有了深入的研究 使得朱熹也因此成为风水师 而有奏折 山林玉壮 的传释 必与蔡元定合著 异学启蒙 以图说揭入像素之学的秘密 而由我前引 朱子羽类朱熹也 堪译若是靠定向去看 便知未尝 若指刃底悬空看 也没神意识 及其后来朱熹便语 译本为普世而作 标榜译有铝像素之外 还有占谱之一门 而为译术之小道 亦有可观焉的价值 喜欢本影片 采扬异传为言大意 及用术的内容 请按订阅分享及点赞键 会是笔者继续制作 此类揭入易经证法 及秘术运用的最大动力 手机搜寻 订阅IDCCDNG2017 微信IDCCDNG2003 借人与笔者 丁长青 结为好友 互通有无 祝福大家 事事顺利 感谢观看 拜拜咯